咱们这个戏里边好多演员 好多的咱们自己朋友在里边都演活了是吧 据说有一个叫李丹阳的同志 对 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听听 真的呀 好啊 还干这事啊 反正你看人办吧 你不玩 这是有哥哥呢 丹阳前两天刚上这来过 我们请他出来一块摇一摇 掌声有请李丹阳 欢迎 丹阳老师好啊 您好 我们又见了 又见你了啊 又见面了 刚老完没写日子 快来快来 快坐 叔吗 秦 行了 秦妹妹 快坐快坐 秦妹妹 快坐快坐 那个给丹阳老师来杯水 谢谢谢谢 叫她秦妹妹不对吗 哦 在戏里边是 秦秦啊 当然了也是我的秦 鼻 咬着后操牙说的 秦妹妹 嗯 怎么一个人物 才秦迪了 啊 说说不到您的 说来话 长了 不长了 呃 呃 丹阳姐演的是 我家诚诚的前妻 哎呀 说的这个算的 那等于是你的前辈了 算的不是她是我 哈哈哈哈 本来我跟诚诚挺好的 跟哲义挺好的 但是由于一点点特殊 你看我这个状态像哲义 哎呀 我我是觉得你今天一上来就觉得你不太对头 这个我妹子给我导致了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就是反正 你像我们 反正诚诚我也拿走要不然你把咕咕檀打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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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有送礼的 不过你这个形象 确实有点不像你平时的样子 什么太过导致了吗 有点像最爱你们的什么什么 什么呀 就那个你看了你就知道了 但是今天这样挺好看的 真的呀 你们这么一鼓励我 我这回家吧一会儿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戒组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跟那个子依没有对手戏 那么就是在演戏的时候 也许做一些宣传的时候 我们能看到的时候 我记得子依说的对句话 就是跟诚诚在旁边 他们俩站在一起说 我的情敌来了 你听到话是吧 对 当时那时候 我觉得子依特别可爱 在戏里之外 她戏里面很投入很认真 在戏外 她是个特别名家的一个女孩 特别可爱 你接触过她的人就知道 特别可爱很随和 对对 什么事都没有 真是这样子 特别可爱的一个 这么一个名家小妹子 在组里表现好吗 那是相当的 你夸不行 我们得听那导演说了不 今天我们的大导演 顾长卫先生也来到现场 掌声都请顾导 欢迎顾导 你好 你好 这都熟吗 这两位熟是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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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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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会找吧找吧 来来来 快来快来快来 快来快来 来来给导演倒杯水 这个盒子 这个组合比较好 今天特别开心 像那个 像吗 像程程你看 你看那领带打的眼睛 还给我刀扯了 像是这样啊 对 刚唱了 不是把我们的脸给挡了 我这真想程程啊 那你们当初没找我眼睛心心呢 现在不是给你找不回来了吗 好不好好不好 这个刚才子一给我打领带来的 他说这样刀扯完了像天王 郭天王 敢巧了